这太突然了 李克强心脏并发在上海实施 中年仅68岁 新华社27日 多国共产党第17届18届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 近日在上海休息 2023年10月26日因突发心脏病经 全力抢救无效 于10月27日零时时分 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 人在上海休息 不是在穷乡僻壤 以上海的医疗水平和医疗条件 都没有能够抢救过来 心脏病发 八个字 积欲成积 抑郁而终 1955年出生的这颗墙 67岁 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遥想当年 也算兄姿英发 胡锦涛 胡锦涛第一大弟子 甚至把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来培养 最后 退尔秋七次 有了所谓的 12年前 一度的洗礼体制 昙花一泄之后 李克强 成了 新中国历史上最弱势的总理 去年十月份 中共二十大事 全身落腿 我想 对于像李克强这样的三门干部 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 他可能想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会以这样的方式 戛然 而至 事实上 李克强 自然的生命 截止到了 12个小时前 10个小时前 现在国内应该是 9个小时前 但李克强的政治生命 已经在去年十月份 就已经结束了 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 政治生命的结束 和自然生命的死亡 有什么 差异呢 自己的政治生涯 结束了 问题是 自己的一众 兄弟 树岛乎孙散 何等的击击 随着团派政治的结束 何止一个李克强 机遇成机 李克强 逝世的时间竟然停止在了 零时十分 竟然和我们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去世的时间一样 也算是他 也算是他做过一次毛主席的红小兵 做过一次毛主席的红卫兵 李克强 是心脏病发 不治而亡 这情 这井 不能不让人想起 他的师爷 前中国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 1989年4月初 胡耀邦 一样的心脏病发 不治而亡 胡锦涛的去世 在中国 第一时间引发了 一场学生运动 直至发展成为六四的悲剧 酿救了新中国历史上 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惨案 我们希望历史不再重演 我们希望李克强的逝世 能够 在庄严肃穆 和平静 之中 藏仪 得以顺利的举行 我们也相信 以习近平 今日在中国地位之威望 也不会再出现 1989年 那样的局面 李克强 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大哥 一路好走 在庄严股里面 我 我 有 感谢观看